8月27号 正在北京某军事训练中心军训的国家游泳队队员进行了队列汇报表演 展示他们五天军训的成果 据悉 此次军训是国家游泳队时隔13年再次组织军事训练 国家游泳队的主力队员都参加了本次军训 现在的话就是近这一两年的话 就是状态 大赛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其实我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逆境当中 但是经过此次军训的话 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就是 就是遇到困难一定要去坚持 然后去突破它 永不延弃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游泳运动员徐家游此次成了队伍中的排头兵 在军训中 他格外认真 不断复习着教官教授的军训动作 并不时与一旁的队友沟通交流 在谈及军训前后的变化时 徐家游直言自己从外形上更像一个战士了 变黑了 比以前变黑的都更有精神劲 然后我们在这一天流的汗水比以往流的都更多 然后身上的汗水更像战士的味道 在此次为期五天的军训中 中国国家游泳队进行了军事训练和水上专业训练 中国游泳队领队陈昊介绍 五天的军训安排非常紧凑 这对运动员磨练意志品质 提升体力体能都有所帮助 试景赛以后 中国国家游泳队在试景赛上取得了四金两银两铜的成绩 但是从整个世界游泳的趋势和整个试景赛比赛的表现来看 与中国游泳队承担东京奥运会的任务和历史使命来看 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 基于此中国国家游泳队想通过这一次军训 提升整个队伍的士气 凝聚力和精神面貌 我想这五天军训初步达到了相关的效果 据悉 此次军训结束后 国家游泳队队员将会回到国家队进行训练 备战九月份在辽宁安山举行的全国游泳锦标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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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就近日子的暗号等 中文字幕有点兴趣 我们看到这次军训绯能 在辽宁安山举行的城民 例神际训续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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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运 这次军训续续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